大家好很多花友啊去花卉市场买这个月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月季呢它其实是非常小颗的这个苗呢也不是很好啊比较瘦弱 但是呢它这个苗上面呢长了非常多的花苞 那么这种苗呢我们是最好就是不要买回家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这种苗啊都是属于激素苗 然后呢给它喷洒了这个激素呢然后让它能够长出非常多的这个花苞 但是这个月季啊我们如果买回去的话是很难养活的 基本上呢这些月季买回去啊它的花苞呢很多都会自然的脱落掉 就算是能够开花呀可能呢也就开一两朵而已 后期啊长势也会越来越差而且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呢就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很小的苗 然后呢带非常多花苞的就算买回去之后 我们也一定要把它的花苞其实给它去除掉 然后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 等到这个月季啊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然后呢能够正常生长之后我们再给它吹花 这样的就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呢就最好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牙签苗那种小苗 要买的话也要买这种啊中大苗才行 这样的月季呢才更容易存活 而且呢这个出现的问题也会特别的少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